修法大師林俊成跟白星師一位修法連帝 現出時當地六甲公費等電視 主題說是相望於江湖 團達民對修法創作 以及當地優勝的態度 接下來我們就對著大中華新聞的鏡頭 帶鄉親來去感受的事起 修法大師林俊成 他把修法當作一百一百的衛奏和創作品 讓我們感受到生活當中的修法之美 相望是說我們人跟人的關係 不用蓄意經營 經營說我一定要自己虛寒溫暖 這表示我們有關係 真正好的關係是說 我們都不用在客套的東西 我們彼此有一種相望 但是我們相機民的時 又是酒逢之幾千杯少 可是我們不用刻意的經營 這種君子之交 其實這也是在說 我們人跟技術也一樣 你刻意去經營 你刻意去經營 反而會讓自己局限在一種執著裡面 你用一種自然的態度去面對藝術 你會用一種更自在的方式去面對古人 面對同道這樣 這次修法人展 也跟莫陳書友來合作 為作品當中 可以看到他們比別裡面的身份 跟蘇法旗的理想追求 鄉賢的 鹿港的這些古代的幾位作家來書寫 就是我覺得年輕人應該要去 對鹿港的過去有所理解 對自己的家鄉有所理解 所以我選擇的內容就是會以鹿港這邊會為主 鹿港町中的古智鋒 邀請大家 中出席來鹿港稍微露油 小老家的東西 可以來公開等看修法人展 相望於江湖 由林俊成老師季、莫陳、書友 一個書法的連展 由於林俊成老師 可以說是我們六甲的書家 我們是我們國內青壯輩一個書法家 尤其他的作品 可以說參與也得過很多的一個獎項 由於林俊成老師 可以說受到國內外的一個學者 一個書法的一個認定 也長壽邀到國外參與演講 還有一種學術的論壇 甚至說大家一個困難 尤其這次能夠帶我們公會來做一個展出 歡迎所有好朋友 能夠來臨臨來做一個觀賞 這次林俊成老師和莫陳書友的書法人展 在六甲公開等 登出到十月十三日 在要的書法家屬的鄉親 可以百萬多機會爭奧行賞 對中華新聞您貴姻 六甲彩虹報道 鱊